我觉得跳出来说一下 就是说在我们的职场上 我们讲说团队的合作的基础是信任 很多时候你要努力地去信任你的直属领导 是的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想着我先去掩盖 你向他寻求一些帮助和支持 这种沟通 第一不管是说你最后这个责任怎么回事 还是事情怎么进展 你的上级应该第一有知情权 第二他要和你站在一个战线上 你不能上来就把他割离开了 对 嚼舌根的事情也需要向上级汇报吗 我特别反感这种事情 这种才恰恰需要 这是要把这种火苗掐灭 就是你越关心他 这个无休无止传得越大 不如就是你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听见了也当做没听见 这个是这样的 陈总 陈总 我们这个事情我也遇到过 一般的在人员不多的情况下 如果有个这样的人的话 这公司将来会非常乱的 是 就没法工作了 我们公司在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人 几乎是各种谣言 都从他嘴里传出来的 我 我摸了很长时间摸出来 立刻开除 可是如果你不关心 下面就不会传 因为他们传了也是白传 传了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就是你听见就当做听不见 哪怕天大的事情 你根本就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一直单身了 你有时候真的不懂 就是大家有时候传 不是为了有什么意义 就是传 说对了 然后传了之后就会影响别人 想了想 我还要去找那个当事人对质 我想了想我太委屈了 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理性的解决 我找不着领导怎么样 我对质的最主要的目的是 我的那个委屈需要一个宣泄口 尤其是我还知道 就已经确认知道传谣的就是他 有一个明确人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跟他的这场沟通 其实是把我的那个委屈进行了一个正确的舒缓 接下来 来 各位企业家 最终确认你们的选择 剧情由你们推动 5比3 5比3